中国古代 预言故事 汉阴丈人 子宫是孔子的学生 有一次他到南方游历了楚国后返回晋国 在路过汉水南岸的一个地方时 看见一位老人正要修理菜园子 只见这位老人从挖通的一条隧道下到井里 抱着一只大瓮取水出来浇灌菜地 这样做不但很费力 而且功效也不大 于是子宫说 用一种机械来干这个活 一天可以浇灌一百块菜地 费力甚小而功效却很大 难道您不想用它吗 修理菜园子的老人抬头望了望子宫 说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机械呢 子宫说 木头凿成的一种机械 后半截重 前半截轻 用它从井里往上提水 就像抽水一样轻便 机械来回不停地运动 而井水则迅速地流向四方 这个机械叫做结膏 老人听后勃然大怒 顿时变了脸色 他讥笑子宫说 我从我的老师那里听说过 凡是有机械的人 必有投机取巧的事 投机取巧的人 必有投机取巧的心 投机取巧之心存于胸中 人的心灵就会沾上污点 心灵沾上污点后 就会是心性不定 心性不定的人 是不可能接受什么道德观念的 我并非不懂得结膏这种机械 我是感到羞耻而不愿意使用它 说完 老人又去井里取水了 疙瘩 Mate 我对面面的右借